最極端的case 也是最極端的case開始講 我們在集中考完以後 他一直在講另外一個比較 最開始在講一些比較複雜的 一些廠商所面對市場 跟不同廠商這些互相 互相而為火炸的情形 我們到集中考後 我們才會再講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講最簡單的情形 那這個最簡單的情形 就是完全競爭市場 Profit Competition 也就是說 當你廠商是處於一個 完全競爭市場之下的廠商的時候 你現在知道你的成本 那我們就要再談說 在完全競爭市場這個概念之下 當你所場商所面對的市場 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再從你所面對市場 長什麼樣子 在懷談他們的攻擊決策 在懷談他們的攻擊決策 那什麼叫做完全競爭市場 我先跟大家說 完全競爭市場 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完全競爭市場 當我談完全競爭市場的時候 說這個叫 Profit Competition 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當你是一個 一個完全競爭市場的廠商的時候 他的最重要概念就是說 你總是可以以一個固定的價格 來賣你的產品 你總是可以用你的固定的價格 你總是可以用你的固定價格來賣的產品 你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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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 這個叫完全競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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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ant P P Price Constant Price Constant Price 什麼意思 完全競爭市場的特性 就是說 我們在談需求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講說 如果你是一間廠商 你今天在賣東西 譬如像賣泡沫紅茶 這泡沫紅茶 如果你想要多賣的話 你覺得今天那個量是 今天賣的量一天賣一千杯 你不滿意 你要多賣 你可能就要想折價 你可能要想折價這個問題 那 這個是說 你面對市場是一個負協率的需求線 那完全競爭市場呢 它比較特別 它是什麼呢 它是說 如果你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的廠商 你要多賣 你不用降價 你不用多賣 你不用降價 你總是可以以一個固定的價格 來賣你的產品 那你可能會覺得 哇 它搞磕臉很surprising 一般的理解 不是說你要多賣 一定要降價嗎 完全競爭市場的特性 你要多賣 你不用降價 為什麼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最重要的條件把它談完 它的條件就是說呢 你總是以一個固定的 可以一個固定的價格來賣你的東西 所以它隱含的兩個 implications 我先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是說什麼呢 第一個是我剛剛講的 不論要賣多少 不論 你要賣多少量 賣多少量 多少量 多少量 兩倍或三倍都可以 增加200%或增加300%都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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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以固定的價格 以固定價格賣掉 賣出 都可以以一個固定價格賣出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它的特性是說呢 你用一個固定的價格在賣 它另外的意涵是這樣子 所以一旦你漲價 你的顧客全部都會跑光光 它第二個意涵是這個 你就是 你只能以這個固定的價格賣 你要賣多少 你都可以用固定的價格在賣 你不需要降價 可是相對來說 我說以固定的價格來賣 它另外一個特性是說 一旦你漲價 顧客全部都會跑光光 只要一旦漲價 漲價一旦漲價 只要漲一點點 一旦漲價 You can You say nothing You say nothing You say nothing 一旦漲價 You say nothing 這個叫做完全競爭自殺 為什麼會有這種特性 來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現在來講這個特性 那我們用圖畫在這邊 為什麼會有這種特性呢 我們有沒有這種完全競爭市場呢 通常都是在過去很多例子在講 再講農業 所以我們就用農業來說 Rice 稻米 來我們現在來看到 這個是台灣的稻米市場 Q是稻米 P呢 是稻米的價格 Q是稻米的產量 P是稻米的 P是稻米的價格 台灣稻米一年產量 我跟你說 在2008年的時候呢 稻米整個市場的需求 就大概長這個樣子 他需要彈性大概是不大 需要彈性大概是不大 台灣在2008年的時候呢 稻米的價格呢 大概是一公噸40K 當然品種不一樣 那個價格會波動 可是大概是這個數字 然後平均價格 然後平均價格 可能有的好有的壞 可能有二十幾K 可能有一公噸二十幾K的 那可能也有一公噸 好一點的 我隨便抓個數字 40K 不過我要跟你講 主要是產量 台灣在2008年第一季呢 稻米的產量呢 產量是106000噸 非常非常多 現在的產量都非常非常多 2008年呢 全台第一季 只要第一季喔 台灣稻米有些地方是一年兩貨 甚至一年三貨 齁 全台第一季 稻米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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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第一季稻米產量 雖然就這麼低級而已喔 不到一年喔 是106萬公噸 大概106萬公噸 一公噸是1000公斤 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的稻米產量非常非常多 這是全部市場的 全部市場的 全部市場的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個別農夫的 齁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 全部市場 他的產量是這麼大 齁 產量這麼大 那我們再看看個別農夫的 台灣的農夫呢 台灣的農夫呢 主要是以小農為主 齁 小農為主 在台灣 如果你一季的產量 我不要講一季你一年好了齁 齁 你一年產量齁 你甚至照一年 我不要講一年 我不要講一季我講一年齁 你一年的產量呢齁 我現在是說一季好了齁 這個那就很誇張 你一季的產量呢 有1060噸齁 一季的產量 在台灣齁 如果你一季的產量有1060噸齁 齁 你就是很大農夫齁 齁 你就是很大農夫 在台灣齁 那現在價格一樣是40K齁 齁 在這裡 1060噸齁 台灣的農夫齁 齁 如果你一季的產量 有達到1000噸 你就是大農 齁 你就大農 一般的可能就兩三百噸 你知道一噸是1000公斤 1060噸 這個是非常非常 如果你今天一般去市場上買稻米 你知道那個你買稻米 買一大包回去 你帶一公斤回去 齁 那個 一公斤回去 兩公斤回去 那個就很多了齁 那就很多了齁 一公斤兩公斤 那個 那個 就不少了 你一個人嘛 就買那個小包裝的 小包裝的 那可能有的是買20公斤 齁 那這個是 1060噸 齁 有的20公斤那個都大包嘛 一個家庭可以吃很久 齁 一個家庭可以買個18公斤 15公斤 齁 一大包 我說那個每次買個一大包米 抱回家就吃一兩個月啊 我就吃一兩個月 可能我慢慢吃 我還吃麵齁 齁 就一公斤 一公斤 齁 就其實不少啊 齁 可以可以 1060噸 一噸1000公斤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東西很多啊 你如果是小農 齁 如果是小農 齁 你開產1060噸 你就很多 好那我今天問你一個問題 齁 我今天問你一個問題 齁 這個是 for a single farmer 齁 for a single single 齁 for一個 for一個單一農夫 齁 for一個單一農夫 齁 齁 我今天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這個農夫 齁 齁 他突然齁 齁 就是說比如說他 做了三次齁 去跟那個 去觀地廟跟那個 觀工許願 齁 齁 那就老 那個老天就給他 benefit 齁 齁 你做了好事 突然他今天 天降神機 產量從1060噸變成2120噸 齁 假設今天這個農夫 產量 在他的農田裡面 產量突然倍增 就只有他齁 所以我說他去拜拜做好事嘛 齁 跟那個 官地公許願 啊 啊 就給他說齁 齁 齁 你做好事 齁 給你產量變成2120噸 突然當天變兩倍 來我今天問你一個問題 產量如果他突然變兩倍 兩倍很大喔 1060到2120噸 齁 直接Double 請問他的價格會怎麼變化 我今天問你這個問題 請問價格會怎麼變化 他產量如果突然從1060變成2120 請問他的價格會怎麼變化 他只是這個大的全物市場裡面的一個小農 他如果產量突然2120 就想要說他把這個產量多 他等於是Double嘛 對不對 從1060變成2120 所以等於是多1060噸 他多這1060噸 你看丟到市場裡面去 你覺得說他的那個價格會變容多少 如果他只有他今天Double 我說這個Double是一個神機 趁這個做好業 給他說你做好事 給你好心 給你那個好報 讓你產量突然大爆 請問他的那個價格 他多了這個價格會怎麼影響到市場 他多了這個產量會怎麼影響到市場價格 我應該這樣講 他多了這個產量會怎麼影響到市場價格 我們來算一下看看 我們來算一下看看 如果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這個 For the farmer 對這個農夫來說 如果他今天產量直接Double上升100% 請問對市場價格的影響是多少 我們來看看怎麼會影響到市場價格 我如果今天這樣說我用紅筆來寫區隔出來 我已經比較清楚 如果我今天說 我今天要問的是說 他的那個價格會怎麼變化 他的價格會怎麼變化 對市場價格會怎麼變化 如果我今天說這個市場呢 整個這個市場的H1D 這個市場 整個全部市場的H1D是-0.5 我剛剛說完這個是看起來相對來抖 -0.5 整個市場是-0.5 這個-0.5 這個-0.5是什麼意思 DQ over Q除以DP over P等於-0.5 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好 他今天產量上升100%是增加多少 1060噸 對 1060噸 對不對 增加往外再加1060噸 所以變到2120噸 往外再加1060噸 我現在就問說他增加這個產量 增加1060噸 請問對市場價格會有什麼影響 來你看DQ over Q是多少 他這個增加100% 很大很大喔 對他自己來說很大很大喔 對市場來說呢 要增加多少 0.1%而已 只增加0.1%而已 只增加0.1%而已 所以你覺得P會下降多少 P只會下降0.2%而已 只會下降0.2%而已 所以呢 如果他今天產量增長100% 他的價格呢 他的價格只會下降0.2%而已 對他來說很大很大的 價格只可以增加0.2% 只會下降0.2%而已 你可以想要在實際上的 那個台灣的農業的產銷裡面就是這樣 今天大家產量都一樣 那這個人呢 因為拜託你做這何事情 想要做改工 第一季 我產量讓你double 變成2020 然後他就突然多了 就他自己多了1060噸的產量 然後他就丟到整個農業的產銷體系裡面 那些大盤中盤 1060對我來說沒多少 多1060噸而已 馬上就可以處理掉 丟到市場裡面 對整個市場的影響 只不過增加的產量增加0.1%而已 對那個產銷 對那個整個產銷系統來說 多1060噸 加0.1%而已 幾乎等於沒有再增加 所以他的價格 市場價格頂多是價降0.2%而已 大盤 那些大盤經銷 大概都可以用 大概都差不多還是用原來的價格來跟他收購 還是會用原來的價格跟他收購 你看多了1060噸 對他來說 市場價格頂多下降0.2%而已 所以幾乎是什麼 一條水平線 幾乎是一條水平線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競爭市場 這個就是我講的 不論你要賣多少 都可以以一個固定的價格來賣出 對不對 你今天Double了 剩下Triple 剩到多少 到3180噸 到3180噸 對整個市場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那個大盤一樣說 你就多這樣子而已 對我要收的那個量 一年收100 不是一年 第一劑而已 第一劑收106萬公噸 你多個兩千三千那個影響非常小 所以大概都還是用同樣 市場價格還是不會變動太多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到說這個稻農 他的所面對市場需求線 幾乎是一條水平線 就這個稻農本身來說 他要增加兩倍增加三倍 對市場價格的影響都不會太大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不會討論說要增加100倍 因為你怕什麼 你有怎麼可能一分田 你自己的固定的田地 就是這樣增加到100% 不可能 然後你多增加到兩倍就是神機了 這個就是神機了 兩倍三倍這個就是神機了 所以對一個單一農夫來說 他所面對的市場需求線 就幾乎是等於一條水平線 幾乎就等於一條水平線 那他漲價會變 那第二個我們來講 他面對的漲價會變成什麼情況 他如果漲價會變成什麼情況 今天在台灣稻農生產 他們那個稻米的那個品質 當然各家有人有做品牌 可能有人有做品牌 很多人沒有做品牌 沒有做品牌 你在農村裡面 你生產稻農跟隔壁人生產稻農 你生產稻米跟隔壁稻農生產稻米 你覺得會有差嗎 大概差不多 你就是你 除非你自己有做品牌 什麼有機認證 押間稻額 有的沒有的 加一大堆 雖然你有一個特殊的管道去消透出去 不然 如果你都是照傳統的管道消透出去 你跟你隔壁家的稻農賣的東西 不一樣 一樣嘛 如果你今天隔壁稻農賣一公噸 一公噸 一個四萬塊四十K 你變成四十五K 請問大盤瓶怎麼跟你買 大盤瓶怎麼跟你買 沒有意義啊 你隔壁人賣了跟我的東西要 你莫名其妙要漲到四十五K 也沒有跟我講任何道理 我根本要跟你買 不會跟你買 市場不會跟你買 因為大家都一樣 我也不差你這一間 你漲價 除非你自己有做品牌 說你這個是有機認證的 別人的不是有機認證 你這個是押間稻 你這個沒農藥 除非你做這個東西 不然你突然莫名其妙漲價 人家會不會跟你買 不會跟你買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個條件 一旦漲價 you say nothing you say nothing 所以 你就可以去理解 在這個情況下 單一道農所面對的這個市場 大概幾乎就是一條水平線 這個就是完全競爭市場 它的好處就是你要多賣嗎 你都可以用同樣的固定價格在賣它 所以它的幻度就是說 所以你沒有 你要漲價就沒人來跟你買 你要漲價就沒人來跟你買 那這種情況就是說 你沒有任何的 你沒有任何的market power 你沒有任何的market power 然後這個是market power 就是市場 那個這個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麼翻 market market power market power 這個通常是在講說 你獨佔場上的時候 你有那個market power 所以這種情況下呢 你沒有market power 你就不用去想定價的問題 你就不用去想定價的問題 就是因為 你呢 相對於整個市場 微乎其微 你做任何的增產的動作 減產的動作 對市場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那你的決策是什麼 你的決策就是說 你的定價決策是什麼 就是大家怎麼定價 你就怎麼定價就對了 你不用去想那個問題 你不用去想說 我今天要多賣我 所以我要砍價 不用啊 我要多賣我用原來價格再賣就好 所以如果你在完全競爭市場之後呢 你的定價決策很簡單 就是市場現在說 一公噸四萬塊錢 就一公噸四萬塊錢再賣 其實市場現在說 一公噸兩萬塊錢 你就是一公噸兩萬塊錢 你也不能夠 你砍沒有意義 你漲價就沒人跟你買 所以市場價格說多少就是多少 你就是follow everybody 你就是follow everybody 所以這個叫做完全競爭市場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說這個時候 你就是沒有market power 你就沒有那個market power 跟獨佔不一樣 獨佔是說什麼 我們之後啟通考完後來講獨佔 獨佔的情況就是說 你今天你賣的東西是非常特別 你賣的非常特別的東西 你的東西很特別 所以全市場就只有你一間 整個市場就只有你一間 如果整個市場只有你一間的時候 你要多賣嗎 你可能要砍價 那相對來說 你漲價還是有人跟你買 因為你的東西很特別 那完全競爭市場就是 你的東西一點都不特別 跟別人賣的東西一模一樣 所以你漲價就跑掉了 你一漲價就跑掉了 好處就是說 整個市場很大 整個市場非常的大 很多很多都在做這個生意 你的市場影響微乎其微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查 你的產量增加的話 你大概都還是可以一個固定價格在賣 所以你只要專心提升你的生產效率 讓你能夠多賣一點東西 讓你能夠多賣一點 那你就多賺一點錢 就是這樣 你就想說 怎樣把你的生產力提升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談說 在完全競爭市場之下 供給決策是什麼 你這個時候呢 你不需要想定價的問題 所以你就只剩下一個 就是你要公用多少量 你要公用多少量 我剛剛講說 你要多賺錢 你就提升你的生產力 可是不見得是說 你賣的越多 你賺的越多 不是這個樣子 我昨天提升市場 結果是說 可能你壓低你的成本 壓低你的成本 然後讓你的最次產量提升 或怎樣的fine 可是anyway 在談這個之前 我們就要再回來看看 什麼是成本 我再重複一次 完全競爭市場裡面呢 你不需要想定價 定價的問題 就是跟著市場走 大家定價多少 你就跟著定價走 所以就只剩下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決定生產多少量 你要決定多少生產量 那你要決定生產多少量 你想的是什麼呢 你想的是怎麼樣 讓你的利率最大 你想的是怎麼樣 讓你的利率最大 所以這時候你的問題 就很簡單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多賺點錢 就提升你的生產效率 壓力的成本 然後擴大你的生產量 讓你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最次生產量提升之類 anyway 不過我們在談之前 大家現在談說 什麼叫做最次生產量 那最次生產量就是說 讓你利率最大的那個產量 好我們現在再過來談這個事情 在完全競爭市場之下的時候 我把它寫下來 這個 你的 你的那個 生產決策 生產決策 你的那個供給決策 供給決策 供給決策 基本上兩塊 一塊是決定定價 一塊決定是產量 供給決策 供給決策 一個是定價 定價的問題呢 在獨佔的時候 我們就會談定價的問題 在這裡面呢 你沒有定價的問題 就是Follow everyone Follow市場 Follow市場定價 市場上面說多少價格 你就是定多少價格 Follow市場 那第二個就是 你要想說供應量 你就要想說供應量 你要多少供應量 你要決定多少供應量 那這個供應量 你就要有一個目標在那邊 你說你要多賺錢嘛 那我們直接假設經濟學家講過 大家都很聰明 大家直接就供應量 供應量供應到 讓他自己賺最多錢的那個點 所以目標 你的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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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AC 最大的利潤 MAC最大的利潤 MAC最大的利潤 最大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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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一下來呢 我們就要談到了 我們就會談到了成本 我們就又回到成本這個問題上 我們就要回到成本這個問題上 來首先 我們就先來談 在談利潤 我們就要先談說什麼叫做利潤 我們就要先把利潤的函數寫下來 什麼叫做利潤 利潤呢 我用紅筆線比較清楚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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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潤是這樣子 Profit 然後我們用三條線 這個叫定義 定義成Pi Profit呢 很簡單 你說到多少錢 P乘以Q P乘以Q 減掉你的總成本 然後呢 等於P乘以Q 減掉你的總變動成本 再減掉你的總固定成本 這個就是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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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怎麼用 我們用圖形來講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就用圖形來講這個事情 可能我講這個利潤呢 大家不是很清楚 畫這個圖 講這個數學是你可能 寫這個數學是你可能不清楚 我現在用圖形來表示他 圖形來表示他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過什麼 叫做總成本函數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總成本函數呢 我們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大家要會讀這個數 讀這些圖喔 大家要會讀這些圖喔 所以我說呢 這個總成本函數 表示什麼意思 來複習是要 我說呢 有一段叫做總固定成本在這裡 不論你生產多少 然後呢 你固定都要有附這一塊 結果換你生產產量是0 你還是要附總固定成本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圖怎麼讀 這個圖說呢 如果你Q是Q1的時候 讀上去這個圖跟你說 你的總成本呢 是這一塊 你的總成本是這一塊 那總成本這一塊 你當然可以切成兩塊 一塊叫總變動成本 一塊叫總固定成本 所以這個圖是這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說呢 你的Profit等於什麼呢 Profit等於P乘上Q 在減掉總成本 對不對 那現在這邊有個東西要跟大家提醒 Profit等於P乘以Q 那我現在說呢 你現在這個叫做什麼 你現在這個叫完全競爭 完全競爭是你總是 以一個固定的價格來賣掉你的東西 不論你要賣多少 你都可以用固定的價格來賣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說 所以在這裡P這個東西是常數 這個東西是常數 在這裡它是常數 因為你總是都可以 一個固定的價格來賣你的東西 所以P在這裡是常數 P在這裡是常數 等到我們討論獨佔的時候呢 或是其他的情況下 P在這邊就不是常數 那這個等下我們做 等到你們其中考後 我們再來談 可是現在在這裡 P是常數 P是常數 所以你的利潤是等於P乘以Q 減掉總成本 P在這裡是常數 所以你的這個P乘以Q 在圖形上怎麼畫 P是一個常數 Q等於0的時候 P乘以Q是等於0 Q等於100的時候 P乘以Q等於100乘上P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條直線 從原點開始觸發直線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把它畫 它是從原點觸發的一條直線 原點觸發一條直線 所以呢 這條直線呢 就是P乘以Q 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利潤 對不對 利潤就是這條線 跟總成本線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呢 比如說我這邊畫一個線 這個Q是Q2 那這個時候表示什麼意思 這個時候表示你的P乘以Q有這麼多 P乘以Q有這麼多 你的總成本有這麼多 你的總成本有這麼多 所以這時候這一塊呢 就是你的利潤P 可是這個時候這個P是負的 對不對 這個P是負的 那同樣的呢 你的Q到Q3的時候呢 你這樣對上來 它跟你說你的P乘以Q是這一塊 然後呢 你的總成本線呢 是這一塊 那這時候呢 中間這個差距就是利潤 利潤在這裡就是這裡 有沒有 所以利潤是什麼 利潤是你P乘以Q 減掉總成本 這兩條線的距離 這兩條線的距離 所以基於此呢 我就可以畫出一個 關於利潤的一個函數 關於利潤的一個函數 利潤的一個函數 這個是 這邊是Q 這邊是錢 我就可以寫出來 那這個函數就會是怎樣 剛開始是負的 剛開始是負的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產量是0 什麼是你的利潤 負TFC嘛 對不對 負TFC啊 對不對 你如果產量是0的時候 你就是 產量是0 總變動成本是0 這個是0 負掉什麼 50成本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一塊 負掉固定成本 好那我再把它來畫 隨著你一開始 投入 投入產量 真的 變多 你的利潤函數可能 剛剛也是會負一點點 然後後來呢 會變成正的 然後最後就變成正的 一旦到正的以後呢 不要忘記了 我們說總成本函數是什麼 它會有一個 邊際成本地增的現象 對不對 所以它會越來越陡 越來越陡 所以你知道這個距離 在剛開始變小 後來變大 最後又會變小 所以你最後會變成這個樣子回來 你會變這個回來 你會變這個回來 這個就是 你的利潤函數 它是Q的一個函數 它是Q的一個函數 理解嗎 所以在這個圖上面 你就看到什麼事情 你就會看到一般人家在講 比如像 你去那個 你去那個像 那個一般的廠商工廠 就會說 可能他們會開始講說 生產量不足利潤是負的 要擴大生產規模 你有時候會看到 聽到他們在講 比如像鋼鐵業 重化工業 都會講說 這個沒有到達最低的 最低產生利潤的那個產量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在講什麼 這個就是在講說 你這個Q 在小於這一點 我說這個叫做Q1好了 Q1 因為我剛剛這個Q1 畫的也在這裡 當你的Q是小於Q1的時候 譬如像說你的Q是什麼 Q2 Q2這一點 Q2這一點 利潤是負的 所以以後 將來你們到工廠 可能會聽到人家在講這個東西 重化工業 鋼鐵業 都會講說 這個沒有達到最小的生產規模 產生利潤的生產規模 所以利潤都是負的 利潤都是負的 一定要超過Q1以後 才開始有利潤 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可是當然 超過Q1以後 接下來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隨著Q的直接增加 利潤可能會增加 可是到後來某個點 利潤就開始下跌 因為你超過Q1以後 你就會開始看到 你會知道說 隨著產量增加 最後你會碰到邊際成本 你一定會碰到邊際成本地增 隨著產量增加 你就會碰到邊際成本地增 所以你的利潤 不會說超過Q1以後 永遠都是正的 不會 它會正的 然後它會慢慢提升 到最高點再下來 為什麼 因為邊際成本地增 所以同樣的 你在某些產業裡面 你就會碰到 有的人說 我增加產量 可是我也會無限制的擴產 我也會無限制的擴產 我會有個最適合產量在那邊 我會有個最適合產量在那邊 我不會無限制擴產 為什麼不會無限制擴產 可是你知道一直劃上去邊際成本地增 會讓這個利潤的這個限定會越來越小 所以你會有個最適合產量 你會有個最適合產量 這個就是在完全競爭市場上 你要想的問題 你不用想定價 定價就是follow APBody follow市場 可是你要想最適合產量的問題 你要想什麼是你的最適合產量 你產量不能太低 太低你的利潤是負的 你產量也不能太高 高過 不是利潤最大點 所以利潤最大點會在哪裡 過來這邊有個頂點 我們說這個叫做q start 這邊有個利潤最大點 對不對 這邊會有個利潤最大點 這個就是q start 那怎麼找到利潤最大點 你觀察這個利潤最大點有什麼特性 這個利潤最大點它會有什麼特性 這個πq它的斜率是多少 它πq πq的斜率是多少 πq最好現在這個q start這一點的斜率是多少 是0 對不對 πq它在這點上面的斜率呢 是水平線 它在這上面的斜率是0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特性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特性來找利潤最大點 斜率等於0 那斜率是什麼東西 抵πq over抵q這個叫做斜率 抵πq over抵q這個叫斜率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特性來找利潤最大的那一點 利潤最大的最是產量 所以我現在再重寫上面這個 我說你的πq呢 π是q的一個函數 它會是等於pq 減掉tc OK 然後我就用這個特性這個叫做抵π over抵q 然後來找這個 來找這個最 對4的產量 抵π over抵q是什麼 p乘q對q求為分是什麼 p是個常數 p是個常數 因為這邊是完全競爭市場 再次強調 因為在另外一種獨戰的時候 p不是常數 這邊就會很複雜 現在完全競爭 所以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從這個最簡單的case開始講 這邊是最簡單的case p是常數 所以p乘q我對q求為分會得到p tc對q求為分是什麼 業績成本 dtc over dq 等於0 所以最後就得到p等於mc 這個是你們現在學到最重要的 在供給決策裡面學到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p等於mc 在供給決策裡面學到最重要的這個條件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把它定義成mc p等於mc 來我考試會出這種題目 我會給你總成本函數 然後跟你說 你現在是個完全競爭市場 你是個完全競爭市場廠商 然後給你這個總成本函數 然後你就要去求微分 求出mc出來 然後設p等於mc 然後找出最適合產量 我考試會出這種題目 我考試會出這種題目 所以請大家記得 知道怎麼去算mc出來 怎麼去算mc出來 mc就是dc over dq 然後代p等於mc 找出你的最適合產量 考試我會出這種題目 ok啦 所以這邊是數學式的講解 這邊是數學式的講解 那這件事情呢 p等於mc 找出最適合產量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理解 我畫另外一個圖 我們上個禮拜呢 大家也學過另外一個恐怖的圖 這個我把它畫下來 我把它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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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假設我還是用Q啦 Q Q 我用剛剛的那個稻米市場當例子好了 所以這個Q是Rice Q是Rice 稻米的產量 p是稻米的價格 p是稻米的價格 然後呢我現在呢這個生產數 稍微複雜一點 稍微複雜一點 我就把它畫成這樣 這個是mc 然後這個是abc 然後這邊還有一條是 ac 最後一條是ac 然後我現在的價格呢 我現在的價格就說是 價格呢等於1公噸40k 1公噸40k 價格 來大家要會讀這個圖 大家要會讀這個圖 會考一些叫你讀這個圖的題目 這個圖說什麼 這個圖跟你說 如果你的產量Q是這個Q1的話呢 這個圖跟你說你對上去 你可以找到什麼 你可以找到說 當Q是Q1的時候呢 這個圖跟你說 這個圖 大家會讀懂這個圖 這個圖對上去 Q是Q1的時候呢 對上去 你知道你這個時候的什麼 你知道你這個時候的 ABC是在這裡 這個段是你這個時候的ABC 然後你知道這時候 當你的Q是Q1的時候呢 你知道你的平均成本是這個樣子 那你也知道你的平均 固定成本是這個樣子 這個圖跟你講這樣 隨著你的Q變成Q2Q3的時候呢 你就要有不同的平均變動成本 跟平均固定成本 跟平均成本 這個圖是這樣 大家要知道怎麼讀啦 所以如果這個圖跟你說 在Q是Q1的時候呢 他說你的AFC是這個樣子 AFC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你就可以從這個圖做出 你的總固定成本 你的總固定成本是什麼 AFC乘上Q1 你就可以從這個圖來讀出這個東西 那總固定成本它會有個特性 就是說 它總固定成本不隨產量變動而變動 那可是你看到 欸 不對啊 這個AFC跟ABC的這個距離 隨著這個Q增加在縮小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因為AFC跟ABC的距離 叫做AFC不是TFC啦 AFC是什麼 平均固定成本 平均固定成本是總固定成本 在除以產量嘛 對不對 所以產量增加AFC廢話當然會減小 可是TFC呢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要會讀這個圖 你會讀這個圖 好 那我們現在來說 當你價格是40K的時候呢 過去很多業者會犯這個錯誤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完全經驗廠商 你面對市場價格就是40K 你不管你產量多少 你就是用個固定價格來賣它 請問哪個產量是會讓你利潤最大點 哪個產量會讓你利潤最大點 如果我今天這樣說 這上面有幾個產量你可以看得到 隨著Q變動 這個你的ABC AC都會變動啊 那這邊有個點 我們上次有講過 MC跟AC的焦點是AC的最低點 來我們就從這個Q2開始來 Q2這一點呢 你會有你最低的ABC Q2這點的ABC最低 Q2這點呢 是最低的AC點 也就是當你產量呢 在Q2的時候呢 你的平均成本是最低的 很多業者會這樣說 如果我東西固定都可以賣 每公噸40K 那請問我在我平均成本最低的那一點 在我平均成本最低的那點上生產 請問是不是我的利潤最大 請問那一點是不是我的利潤會最大 我看有人搖頭 因為P 這邊這一點P不等於MC 對不對 這一點P不等於MC 來 大家想想看 你這個想法對不對 對不對 我如果固定都一個固定的價格40K 我現在在生產的點 在Q2點 Q2點我平均成本最低啊 這一點就是我利潤最大的點 有人搖頭知道說不是 為什麼不是 因為不滿足P等MC 不滿足P等MC 可是怎麼解釋 你怎麼知道說這點 不滿足P等MC啊 可是他平均成本最低點啊 很直觀啊 你就覺得說我在哪點利潤會最大 平均成本最低 哪點利潤會最大嗎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想法是錯的 那為什麼是錯的 來 對沒錯 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來我們進一步來解釋這個事情 我們進一步來解釋這個事情 好 在Q2這點呢 是AC平均成本最低點 所以很多人會犯這個錯誤說 我生產利潤最大 我就找到我成本最低的那點 我來生產 那我的利潤會最大 可是這個想法是錯的 為什麼是錯的呢 你來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在Q1這點上面 你現在在Q1這點上面 那如果你在Q1這點上面呢 你讓你的Q增加 如果說這點是讓你的利潤最大的話呢 那它應該是你Q1增加 你在這點如果這 你為什麼挑戰你的產量 你的利潤都會下跌 因為它利潤最大對不對 利潤如果最大的話呢 在這個點上面呢 你比Q1低 或比Q1高 你的利潤都會下跌 那我們看對不對 好 如果你今天產量最次產量在Q2 好 你現在產量在Q2 如果你Q增加了 那我們看利潤會怎麼變化 好 利潤會怎麼變化 就是三角形profit 單角形profit會怎麼變化 我們來看看 你的利潤呢 profit是什麼東西 來 發股寫一個 profit什麼東西 profit呢 等於 P乘以Q減掉總成本 這個對不對 所以 利潤的變化什麼來講 如果你在Q2這點呢 來 我跟你說 每 增加 不要不用每增加 增加一單位產量 在Q2這點呢 你增加一單位產量 增加一個unit的產量 產量 增加一個unit的產量 請問你的利潤會怎麼變化 利潤叫做P乘以Q減掉TC 所以如果你在Q2這點 你增加一單位產量 第一個你先看 你收到的錢會是多少 增加收入會是多少 一單位產量是 一單位的產量 你收到的錢就是price 對不對 你在這邊你增加一頓 你產量就是收40k 你就收40k進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增加一單位產量 你在這裡 你就會你的產量 你的 你賺的錢 收到的錢就會上升price 對不對 一單位賣一塊 一單位賣pr 對不對 一單位賣pr 你的賺的錢 收到的錢會上升增加p 那你的成本會增加多少 你的成本會增加多少 你的成本會增加多少 PQ減掉TC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看你賺到的錢 減掉你的TC TC是什麼 總成本嘛 所以你如果增加一單位產量 你看在這邊你TC增加多少 編輯產量 對不對 上升編輯產量 這是編輯產量的定義啊 編輯產量是抵TC 或者抵Q 叫做總成本的增加 所以如果你在Q2那一點 你增加一單位產量之後呢 你總成本增加多少 就是增加mc 這是定義 by definition 就是增加mc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 你在這一點上面呢 你在這一點上面呢 因為現在怎麼樣呢 因為現在呢 p大於mc 對不對 你從這一點看看 你如果在這邊 從Q2這一點 增加一單位的Q 你收到的錢是40k 你增加成本是多少 是mc mc小於p 對不對 mc小於p 你收到40k 你成本增加多少 你成本增加不到40k啊 請問你利潤會增加還是減少 會增加 對不對 會增加嗎 所以因為p等於mc呢 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 表示說呢 你的利潤 depi profit depi depi呢 會等於p 增加p 減掉mc 會是大於0 你pi大於0 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的利潤 profit profit 也就是pi呢 這個東西呢 會上升 會上升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如果你在這個平均成本 最低的增點生產 平均成本 最低的增點 雖然是平均成本最低 可是它在增點上面 它的mc是小於price 所以你在這邊 你如果增加一大塊產量 你的利潤會增加 你的利潤會增加 啊增加到什麼時候 增加到 你一直持續增加的產量到p等於mc的那點 也就是q star的那點 q star那點的p等於mc 這個時候 你的利潤就不會再增加了 對不對 如果你在繼續增加上去mc就大於p了啊 你的利潤就會開始再繼續下跌 所以從這個概念你就知道說 喔 當利潤最大那點的時候呢 p會等於mc 喔 利潤最大的時候呢 固資 固資 喔 利潤最大的時候呢 喔 利潤 最大的時候 喔 最大時 喔 p會等於mc 喔 就知道這個事情 啊在這個圖上面怎麼讀 這個圖上面呢 他就是在講這個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還是很不直觀 喔 我在這個圖畫給你看 當你在q2那點生產的時候 雖然平均成本是最低 表示你這個時候的利潤是這一塊 你這時候的利潤是這一塊 對不對 你利潤是這一塊 喔 你利潤是這一塊嗎 價格減掉平均成本乘上q2嘛 那在q star呢 在q star的時候呢 你的利潤是哪一塊 你的利潤是 綠色的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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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利潤是綠色這一塊 你的利潤是綠色這一塊 滑浪的 OK沒關係 反正你們可以理解 你的利潤是綠色這一塊 所以雖然綠色這一塊 他平均成本上升一點點 可是因為你 你的q star又比q2多嘛 所以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綠色這塊 綠色的這一塊 會比藍色這一塊好 綠色這塊 會比藍色這一塊好 所以這個圖就是在講這個意思 p等於mc的時候 就是綠色再塊 比藍色再塊好 這樣你就可以直觀的理解這個事情 好啊 所以這個條件非常重要 大家要記起來 p等於mc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 在完全競爭廠商的時候呢 他的供給決策 你不用想價格 定價就是follow ap body 接下來想就是說 所以 你要生產到多少 才會讓你的利潤能夠最大 賺最多錢 就是在p等於mc那裡上 那一個時候呢 你的利潤會最大 會賺最多錢 那麼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OK啦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這個蔡麵 蔡毅 蔡麵宣喔 宣 你知道嗎 蔡毅廷 他跟郭廷遠 他跟郭廷遠 他有賴韻涵 來 來 來 前面一下 還有 蔡麵華跟李怡婷 你有沒有來 沒有 他就是定價40k 他要double他的產量 trible他的產量 fine 他的 售價呢 永遠都可以用40k 或者說40k 點一點點 微乎其微 都可以用這個價格 來賣到 賣他的產品 都可以用這個價格 來賣他的產品 那所以這個40k 不是他決定的 是市場決定的 所以有同學就問我說 那40k有沒有可能會變動 比如這樣變動到 這個AC的最低點 或是比那個還要低 當然有可能 市場價格有可能會變動 如果今天呢 這個產業呢 投入生產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過去呢 可能是有利潤的 可是今年呢 突然增加一萬的進來 突然增加一萬的廠商進來 突然增加一萬的廠商進來 那你們在那個 供給跟需求那邊的時候呢 你們有講過 我有講過 那個廠商速度 突然增加很多的話呢 你可以聯想到就是說 最競爭的人很多 廠商速增加很多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呢 均衡價格可能會下跌 這個我等一下會再跟大家講 最後我們跨供需線的時候 會再講 不過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這個價格不是40k 他突然降到一個奇怪 突然降到很低 降到很低 有各種理由 比如說我隨便發條線 我說我今天給他降到這裡來 這個是 比如說25k 降到美工做25k 請問 會發生什麼事情 利潤最大點在哪裡 p等mc嘛 對不對 所以利潤最大點在p等mc的那裡 這個是price 你現在price 跑到這裡來了 p等mc q star 那你 當你 價格降到25k的時候呢 你利潤最大點在p等mc q star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些狀況 在這一點的時候 請問你的利潤是正的還是負的 負的 為什麼 低於平均成本嘛 對 利潤這時候是負的 你每單位收進來的東西 你每單位這個是倒米 你想像你每單位賣出去的倒米 你價格每噸收25k 收25k 可是呢 每單位的平均成本是高於你的25k 所以這個時候你是賠錢的 這個時候你是賠錢的 你是賠錢的喔 那怎麼解決 你可以透過調整你的產量 讓你從賠錢變成賺錢嗎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嘛 第一個我說p等mc是利潤最大的點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調整你的 你調整你的產量 那你其實會賠更多而已 利潤最大的點是什麼意思 利潤最大不見的一定表上是正式負的 它可能是負的最小 對不對 所以p等mc的大點 q start利潤雖然是負的 可是是負的最小 是你賠最少的那一點 你調整你的產量 你會賠錢 只是賠更多耶 而且你看到一個事情 你的price 永遠低於你的AC 你的price 永遠低於你的AC 所以你其實怎麼做都是賠錢 這時候你怎麼做都是賠錢 所以你如果是廠商的話呢 你這時候會面臨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雖然你要不要選擇觀點不做 你要不要選擇觀點不做 可能你會面臨這個問題 可能你會選擇說 我是不是要 我可能會要觀點 我可能會要觀點 來我們來討論這時候 是不是選擇 要真的選擇 觀點不做 這個問題叫做短期停業問題 這個叫短期停業問題 我把它寫在這裡 這個攻擊決策 第二個問題 這個叫短期停業問題 我把它寫在這邊 短期停業問題 短期停業 如果市場的價格很難很難的時候 像現在這種樣子 你的價格低於你的AC 那只是覺得反應利率是負的 所以我這時候應該要選擇停業 是不是真的這個樣子 可能有些時候是 有些時候可能不是 為什麼 我們來討論看看 這時候你面對的問題 這個叫短期停業問題 這個叫做STOP 或NOT 怎麼來想這個問題呢 我們把整個事情攤開來講 你就會清楚了 這個叫短期停業問題 所以可能大家已經知道 一些美美角角 這個時候呢 P等於NC的納點 P是25K P等於NC的納點 Q是納 價格還是低於AC 所以這時候你的利潤是負的 如果你選擇繼續營業 RUN 你知道你的利潤是負的 繼續經營RUN RUN 你的這個利潤呢 Pi會等於PQ 會等於PQ 減掉TC PQ減掉TC 那你知道現在呢 是P減掉P是小於AC 所以你知道PQ減掉AC 這個東西是負的 對不對 你現在知道這個東西是負的 好 我們再繼續寫 這就是我們剛剛從圖的 PQ 減掉TC PQ 減掉TC 有TFC 有TVC 跟TFC 兩塊 有TVC 跟TFC TVC 減掉TFC 所以你可以把錢 這個樣子 那你現在知道這個東西是小於0的 因為P小於AC 對不對 所以PQ減掉TC 就會小於0 所以你知道這個東西是小於0的 所以如果你繼續營業的話呢 利潤是負的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從圖上看到的 好 你知道了 P小於AC 所以P乘以Q AC乘以Q AC乘以Q AC乘以Q就是TC 所以PQ減TC小於0 所以這時候你的利潤是負的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你選擇停業呢 停業Stop 停業請問你的Pi會是多少 如果你停業請問 你選擇停業就是你生產0 對不對 你生產是0 這個叫做短期停業問題 我們討論是短期現象 短期的決策 短期的決策 所以 請問這時候你的Pi是多少 來 你說什麼 負TFC 對 負TFC 好 如果你選擇停業的話呢 你的利潤是多少 不會是0喔 好 PQ 是0 對不對 因為你Q等於0 然後 TBC呢 是0 好 我們說總變動成本 在這裡 總變動成本就是要 誰 誰Q 好 誰的Q變動的變動 那TFC會不會是0 不會 為什麼不會是0 這邊跟你講Q等於0的時候 你的利潤等於負TFC 這邊跟你講Q等於0的時候 利潤等於負TFC 因為現在這比較多短期 我們講的是短期決策 好 所以 你停業的話呢 也是小而0 那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關鍵問題就是 上面這個大還是底下這個大 上面這個大還是底下這個大 所以你現在要看的就是說 這一塊跟這一塊誰比較大 TFC大家都會有 你停業也會有 繼續營業也會有 所以現在就是看這一塊大還是這一塊大 那大家來看 PQ-TBC請問會是正來的負責 當你Q等於QSTAR的時候 PQ-TBC會是正來的負責 當你Q等於QSTAR的時候呢 當你Q等於QSTAR的時候 請問你的PQ-TBC會是正來的負責 你要會讀這個東西喔 這個下個禮拜考試就會搞這種東西喔 正的對不對 因為P大於ABC嘛 所以PQ-TBC會是正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來這裡 因為P大於ABC 所以PQ-TBC會是正的 會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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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大於ABC 所以 這個時候呢 RUN會比STAR好 RUN會比STAR好 繼續營業會比停業來的好 繼續營業會比停業來的好 你停業就負TFC啦 然後呢 你繼續營業呢 會附PQ-TBC-TFC PQ-TBC是大於0的 PQ-TBC會大於0 會大於0 所以你知道 繼續營業會比停業來的好 所以要選擇 選擇繼續營業 選擇RUN 要繼續營業 要選繼續營業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嗎 來我們再用上面這個面電的例子來講 這個狀況叫做什麼狀況 我一開始 今天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講這個面電的例子 我們再回想這個面電的例子 這種上面這個短期停業問題呢 放在這個面電的脈絡裡面 講的是什麼意思呢 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想像你今天進行一間面電 我剛剛有講過 付的租金是一個月15萬 sorry 15K啦 15K 然後付的薪資是一個月30K 那假設你自己的薪資 要記得賺自己的薪資 自己的薪資是30K 每個月30K 每個月30K 然後這個例子是相當於什麼呢 如果你在月底付租金跟薪資的時候呢 付薪資包括付你的薪資還有付住所薪資啦 你賺得的錢 你發現你是變成70K的時候呢 你現在就面臨了這個短期停業問題 就是像這個 來 你如果你在月底發現說 你這個月賺的錢是70K 你扣掉 付給學校的租金 15K 那是多少 55K 再付給自己的那個助手薪資 30K 25K 再付給自己的薪資 30K 負5K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利率是負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從計劃成本考慮上來考 你這個時候 你如果繼續營業呢 你只會賺 月底結算 你只會賺25K 那你就會想說 哇 我很想去隔壁鍋燒店幫我會比較好 鍋燒店是30K 可是請問這樣的想法是對的還是錯的 這樣的想法是錯的 因為這個時候是短期停業問題 來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月底發現你這個月賺的是70K 7萬 你扣掉1萬5的租金 扣掉給自己的 給助手 那個薪資上萬 再扣掉給自己的薪資 你會發現你的利率是負5千 所以你可能就會面臨說 哇 我這個月這樣子 自己這樣子做這個生意 要死要活的 我只 最後只賺2萬5 他利率就是負5K 就是考慮給自己的薪資 機位的成本 是負5千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 我乾脆去隔壁鍋燒麵店好了 比較划算 可是你要注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短期停業問題 是什麼 這邊有個租金 這個租金通常 學校租金這個簽約是這樣子簽 學校租金這種東西在簽呢 是你在年初的時候就簽好了 這個簽好是什麼呢 你這個租金簽是簽一整年的 所以如果你在 你就想像現在這個例子這個樣子 你在年中 譬如像6月 好6月的時候 你發現說這個生意很不好 只賺7萬而已 只賺7萬而已 那你就想說 那接下來8、9月我看就不做好了 可是你要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你這個月是年初就簽好了 所以你不做 你那個1萬我還是要付 你1萬我還是要付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你呢你可以想說 你可以照樣來想 你這個月你賺7萬 然後呢你付給學校租金是1萬5 那付給助手是3萬 那你想說你最後就只賺2萬5 那所以其實跟機會資本相比 就覺得是負5千 我們基金學家利潤都是從 考慮自己的薪資對不對 考慮自己的薪資是負5千 或者說你通貨另外的角度來講 就是你賺2萬5 那你就會想說 2萬5呢 那我去隔壁郭刀店 幫忙會不會比較好 你去隔壁郭刀面店幫忙 他給你3萬薪資 結果你赫蘭發現 這個學校還是要跟你要1萬5萬 所以你最後賺的就變成剩下1萬 你最後賺的是剩下1萬 你3萬再扣掉1萬 最後賺的是剩下1萬 所以其實是不划算 想來想去 你還是繼續在面店好好看比較好 這個就叫做短期品業問題 了解嗎 如果你一個月賺70K的話 你就要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不要想做決策 想說我這個月利潤是負5千 負5千所以想說這個不好 我不要做這個生意好 那我去隔壁郭刀面店賺 郭刀面店賺的結果就是 其實那個更爛 郭刀面店的話就是更爛 郭刀面店的話你就會更爛 因為你還要付出金 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短期品業問題 實際上的例子就是這種 實際上的例子就是這種 那同樣的 如果我今天有個價格爛 更爛 爛到這裡來 爛到這裡來 Price 剛剛那個是第一個 A啦 這是B Price 假設在這裡 15K P等於NC的那點 在Q是大在這裡 這是A 這是B 如果你今天的Price 搞到15K P等於NC的那點在這裡 QB是大在這裡 請問你是不是要停業 要啦 這時候你就要停業了 那時候就要停業 因為這時候什麼 PQ減掉TBC是小於0 所以停業會比繼續營業來的好 那在上面的這個例子是什麼 如果用命令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賺的錢變成是 50K的時候 那你想想看 就會這樣 你賺的錢是50K 扣掉租金 再扣掉給助手薪資 然後呢 再扣掉 那個給自己的薪資 會是多少 會是負25,000 對不對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就是負15,000 就乾脆是給學校租金好了 給學校租金好了 這個時候就是 你應該要選擇停業 應該要選擇停業 所以這個叫做短期停業問題 這個叫做短期停業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什麼 短期廠商決策呢 把它Summerlays下來 我把短期停業問題把它寫下來 短期停業問題是這樣子 短期停業問題就是這樣 你要看的呢 就是 真正要看的是 P數是小於ABC P數是小於ABC 也就我們剛剛講的 繼續營業或是停業好 TFC不管怎樣都會發生 所以真正的關鍵呢 就是看這一塊 看這一塊 看PQ-TBC 是大而0 或小而0 大而0 上面比下面好 小而0 就是下面比上面好 好 所以短期停業問題呢 就是這個 看這個東西 或是說你可以看這個東西 是 TQ 是不是小於TBC 就是看這個東西 如果是Yes的話呢 那就是要選擇STOP 那如果是No的話呢 你就是要繼續營業 ROM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把 所有的這個 短期的這個決策呢 我們就把這個短期的決策呢 把它 短期的那個廠商供給決策 把它Sumeralize起來 就第一個事情 是這個 P等於MC 第一個你要看的是P等於MC P等於MC這件事情呢 找出 找出 最適的QSTOP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是你要最適的 你就要看說 它是不是符合短期停業條件 如果 價格很爛 P小ABC 你就要停業 那如果P呢 大約ABC呢 你就要繼續移業 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 短期的時候呢 廠商的供給決策 考試的時候呢 如果你對我剛剛講的那個 推導呢 趕到頭昏腦上 至少你背這兩個 第一個P等於MC 第二個看P是不是小ABC 你只好背這兩個條件 考試我大概就是這樣考 或者說很多 國家考試研究所 很多人都這樣考 給你總成本函數 跟你說現在的價格是多少 然後第一個 找出最適的產量出來 然後第二個 開始問你 是不是要停業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 這兩個最重要的條件 你要把它記起來 把它記起來 長期啊 等一下我們會講 好 等一下我們會講 長期的總結問題 好 好 等一下我們會講 長期的總結問題 好 等一下我們會講 長期的總結問題 好 好 所以對剛剛的那個東西 大概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最後來講一下 我們接下來來談一下那個供給線 我們已經把供給角度都講完了 所以大概我們就可以把供給線給推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把供給線推出來了 好 我們現在講像這樣子啦 就我們再回到我們的這個 廠商的成本曲線 成本曲線 這個現在大家應該已經很熟了 這個 這兩個大概畫非常多次 你一直看著看 大概你都會有概念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假設一個典型的廠商 一個市場面有 假設有一萬間廠商 一萬間廠商 每間廠商的生產 大概都長這個樣子 假設我們每間廠商生產 都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知道 每個廠商在市場裡面 大家就是要怎麼 趨吉避凶 想辦法賺最多錢 對不對 然後大家都沒有辦法 影響市場的價格 大家都沒有辦法 影響市場的價格 沒有辦法影響市場價格 也就是說 市場價格如果是每公噸20K 它就是根據每公噸20K來弄 每公噸30K 我就根據每公噸30K來生產 每公噸40K我就根據這個來生產 所以假設市場是長這個樣子 典型廠商的生產結構長這個樣子 你從我們剛剛的推導 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 隨著價格不一樣 市場價格不一樣 假設今天市場價格是P1 大家根據P等於MC 找出來的最多產量會是Q1STAR 如果是P2的話呢 就會是Q2STAR 如果是P3的話呢 就會是Q3STAR 所以你看到什麼事情 你看到一個事情是這樣子 你看到的是說呢 隨著價格的上漲 隨著價格上漲 每間典型廠商 願意供的量都會變多 所以你就知道說 每個廠商 對每個廠商來說 價格跟他所願意供的量 會有個正向的關係 會有個正向的關係 對一個單一廠商來說 只要價格大於AVC 只要價格大於AVC 只要Price 只要價格呢 只要價格 只要 那個價格呢 大於AVC 當P上升的時候呢 供給的決策QSTAR也會上升 只要P大於AVC 當P上升的時候呢 最是功能QSTAR也會上升 所以你就會看到一個 正向的變動關係啊 正向的關係啊 正向的變動關係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會是我們 在前幾個禮拜講的供給線 好我們前幾個禮拜講供給線 就是在講什麼 假如說是正向的變動關係 後面其實有個indication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廠商的決策行為 供給決策 他會要讓他的利潤達到最大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隨著價格的變動 隨著價格的增長 他願意供應的量 因為他要利潤極大化 會有一個正向的變動關係 每間廠商都是如此 每間廠商都是如此的話呢 你就可以想像 如果我今天累積 一萬間的廠商 我今天累積一萬間的廠商 我一樣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關係 每間廠商都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 每間廠商都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如果我這樣子 變成一萬間廠商 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關係 當然也會有這樣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叫他是供給線 我們就叫他是供給線 累積一萬間的廠商 每間廠商都是這個樣子嘛 P1大家都供應比較少 P3大家都供應比較多 假設這個Q1是100 Q3是300 累積一萬間廠商 每間廠商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P1的時候 每間都供應100 就是100廠商的1萬 就是供應 供應多少 供應100萬噸 所以你就會得到整個市場的供應 你就會得到整個市場的供應 那我在這邊再簡單帶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大概大家過去在高中都學過了 我們上次呢在談需求線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一個消費者剩餘 那同樣的談供應線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類似的概念 類似的概念 假設現在的市場價格是PSTAR 假設現在的市場價格是PSTAR 市場價格是PSTAR 市場價格是PSTAR P市場價格是PSTAR 你知道說整個市場的供應量是QSTAR 會有一個概念叫做生產者剩餘 跟消費者剩餘是一樣的 它就是這個市場價格跟供給線之間包圍的面積 需求線的時候我們也講過 消費者剩餘的時候我們也講過 需求線跟市場價格之間包圍的面積 所以這個面積我們就叫它叫做 生產者或是供應商的SERPLUS SERPLUS 生產者剩餘 這個就叫做SERPLUS SERPLUS 好 那供給線出來 我現在就來問大家兩個問題 我現在就來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廠商的加速增多 如果加速增多 如果廠商的加速增多 供給線會怎麼變動 廠商的加速變多 供給線會怎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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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U 這個可以理解 我說 如果P1的時候我每間廠商都願意公益100 P3每間都願意公益300 本來一萬間廠商呢 一萬間廠商P1的時候呢 是一百乘上一萬 所以是 我再把它說 一百乘上一萬 那就會是多少 就會是一百萬 現在是兩萬間廠商 就是變成一百乘上兩萬 就變成是兩百萬 對不對 本來是P3的時候 大家都供應三百 一萬間廠商就是三百萬 現在變成兩萬間廠商就變成六百萬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是同樣價格之下呢 現在整個市場能夠供能量更多 所以就是供給線外移 如果加速增多供給線就外移 這個很容易理解 來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難 如果市場上呢 普遍來說 如果市場普遍來說 如果市場上普遍來說呢 那個 固定成本fix cost 普遍來說 總固定成本totalfix cost上升 請問供給線為什麼是重 這題就比較不適當 普遍來說 totalfix cost上增加 什麼叫fix cost 什麼叫fix cost 我們在推倒的時候 推倒的時候 推倒的時候 totalfix是我們這裡啊 譬如像說你現在買10台機器 10台機器的利益 10台機器 每台機器抽出租金三萬塊錢 那就是 負三十萬吧 那現在租金變成 提高 每台三萬變成每台六萬 所以你的固定成本變成六萬 普遍來說 市場上大家的總固定成本都增加 請問供給線會怎麼移動 請問供給線會怎麼移動 這題很難喔 這題非常難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市場上普遍 每家廠商的總固定成本都增加 供給線會怎麼移動 你可以去想想看 我跟你說答案是不會移動 不會移動 為什麼供給線是邊際成本搞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固定成本增加的時候 邊際成本會不會變動 不會 不會 所以普遍固定成本上升的時候呢 供給線不會移動 這個很重要 不會變動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會非常重要 前陣子有人在講說要喝空污稅這個東西 不是空氣污染 是空房子的這個稅收 就是說 他就是說呢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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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的持有呢 如果你有五棟房子 你有五棟房子 我每棟房子都給你 科 科這個 持有稅 或是說 你有五棟房子 你三棟是空的 房子是空的 我就給你科稅 那就有人說 這個空污稅呢 會影響到這個市場的攻擊 那 會影響到 會影響到這個什麼 就有人說這個 這個什麼 空房子的這個稅收呢 最後會影響到租金的市場 會影響到租金的市場 就是說 他們就是說呢 這個空房子的這個稅收呢 空房子的稅收 等於是說 你本來有房子 這個房子是拿來生產什麼 生產夾 這時候你是租賃服務 把房子租出去 把房子租出去 那空污稅就是說 你每棟房子都有 不管你有沒有租出去 我都跟你科稅 或是說 不管你有沒有租出去 我就 應該我應該這樣講 不是空的 應該是房屋持有稅 不管你房子有沒有租出去 我都跟你科稅 這個叫房屋持有稅 你有五棟房子 我就跟你科五棟房子的稅 你有十棟房子 我就可以跟十棟房子的稅 就有人說這個 跟 房子科這個持有稅呢 最後他會轉嫁到租金的市場上去 轉嫁到租金的市場上 那房子科持有稅 對租金的市場來說 它就是一種 Total fixed cost的增加 結論是 它很難轉嫁到租金市場上 因為這個就是說 你租 不管你租幾棟房子 你十棟房子 你租三棟出去 跟你租七棟出去 都跟你科五棟的稅 房屋持有稅 我剛剛講說 不是空屋稅 是房屋持有稅 你持有十棟房子 我就跟你科十棟房子的稅 你持有二十棟房子 我也跟你持有二十棟房子 你十棟房子租三間出去 租七間出去 租十二間出去 租二十間出去 我一樣跟你科二十的稅 這個就是總固定身份增加 它不會影響到租金市場 之前就有在講說 這個東西會影響到租金市場 結論是 它其實不會影響到租金市場 從事這個產業的意願嗎 可能會 它這個就是長期決策 因為這個就是等於是說 你會想到要不要進入這個市場 那進出這個問題是長期的決策 進出這個是長期的決策 可是短期的時候 你十棟二十棟 你都是固定 就是反正你持有二十棟 你至少到一百棟 一百棟大家全部都瞌睡 你賣出去多少棟 你租出去多少棟 都還是 還不影響說你的那個 被瞌睡的那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總固定成本上升 你以為我要講這個事情 普遍總固定成本上升 S是不會變動 S是不會變動 這個問題非常難 你可以再想一下 因為很多人會搞錯這個事情 很多人會搞錯這個事情 你可以去想想看那個 那個房屋持有稅這個東西 可是房屋持有稅刻下去 會有打房的效果 會有打房的效果 我們可能沒有時間講這個東西 可是房屋持有稅會有打房的效果 它會迫使那些投資客 因為持有房子 持有房子拿來租人家的利潤會下跌 所以他們就會把房子賣掉 他們就會把房子賣掉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談一下這個 長期停業問題 長期停業問題 我看我留下來這個短期停業問題 這樣大家可以提一下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這個 短期之後的供給決策 我再複習一次 短期供給決策 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 P等NC找出最適合QSTAR 第二件事情 決定是不是停業 看的是P小於AVC P小於AVC 那我們接下來稍微談一下 長期的停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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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短期的停業問題 非常的類似 只有差一個東西 只有差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是什麼呢 我說長期跟短期的差異在哪裡 長期跟短期的差異就是 長期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可以調整 短期的時候 短期的時候 有東西不能夠調整 所以短期有何的固定成本 這件事情 也就是短期會有一個 你產量生產是零 你還是要付總固定成本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那個 開面店的那個例子 你今天呢 到6月份 你發現說 哇這個生意有夠爛的 你決定 你就會想說 你要不要停業 那你停業的話呢 你跟學校的租約簽了 你還是每個月要付租金 那長期的停業問題就是什麼呢 你現在想到說 哇這個生意有夠爛的 你想明年要不要繼續續約 明年要不要繼續續約 那如果是明年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跟學校簽約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固定成本 如果你明年決定你要退出 你不要做這個東西 你生產量是零 那你就不會有固定成本發生 因為你就不跟學校簽約了嘛 所以明年你就不會有這個東西了 所以你搶到明年的時候 這個就是長期的決策 長期決策 所以長期跟短期最大差別在哪裡 就是長期沒有總固定成本 這件事情 所有成本都是變動成本 長期跟短期最大差別 就是長期沒有固定成本 可是所謂的長期沒有固定成本的意思 不是說這個固定成本就 就是說這個本來固定成本是付給機器 付那個廠房啊機器啊設備這些的都租金 不是說你不用付 你還是要付值 所以那個東西變成變動成本 是這個意思 長期沒有固定成本 是不是說短期的時候 那塊固定成本 就變成零 不見了 不是這個意思 是長期的時候呢 你付給機器的租金 當然還是要付值 就是說那個現在變成是總變動成本 那個變成變動成本的一部分 你產量是零的時候 你就可以真的付零 因為你就不用跟學校簽約了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不用跟學校簽約 可是當然如果你要增加產量的時候 你現在要付給那個勞動力的薪資 當然你也要付租金 當然你也要付租金 所以說長期跟短期最大差別 是長期沒有固定成本 這個意思不是說那塊就變成零 而是說那一塊他現在變成變動成本 你生產是零 你就是負零 因為如果你明年決定不幹了 你學校的地位也不用見 可是如果你要生產 你要繼續生產產量的話 當然還要跟學校簽約 當然還是要付勞動力 所以長期跟短期 然後最大的差別就是長期 所有成本都是變動成本 In a long run 所有成本都是變動成本 長期的時候呢 長期呢 所有成本都是變動成本 所有成本都可以變動 都為變動成本 都為變動成本 所以你可以重新去畫出你的那個產量跟成本的那個關係圖 你可以去畫出產量跟成本的關係圖 長期你還是可以去畫 你要重新去畫 重新去算這個東西 不是說短期的把那個固定成本拿掉就算 不是啦 你是重新去算 只是說我們現在呢 算出來的呢這個 平均成本 就是平均變動成本 因為所有成本都是變動成本 那一樣 跟短期呢 我說長期跟短期之後 這個差別而已 平均成本就是平均變動成本 所以 所有的原則還是一樣 假設市場價格是 是P等於40K 你一樣是透過這個價格找出最適合產量QSTAR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看你的這個價格 Price呢 Price呢 是不是高於你的平均成本 如果高於你的平均成本的話 你利率是正的 當然就可以繼續在這一行幹 那如果利率是負的話呢 那當然就退出了 這個問題很簡單 所以長期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要想的問題呢 把它SUMORIZE下來 把它SUMORIZE下來 第一件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是 P等於MC 找出這個最適合的QSTAR DECIDER QSTAR 第二件事情呢 是看P是不是小於一樣AVC 只是這時候呢 AVC就跟AC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寫的是AC 或是說呢 你就可以把它寫的是 乘上Q的版本 然後P乘以Q 然後數字小於總成本 如果是的話呢 你就 退出這個產業 如果YES的話呢 你就選擇STOP 如果是NO的時候呢 你就選擇繼續ROM 所以這個是長期的停業問題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上面 你可以在這幾個黑板去比較 這是長期的停業問題 這邊是短期的 短期的時候呢 我們有TFC 所以我們就是看P是不是小於 PQ是不是小於TBC 長期的時候呢 沒有TFC 我們還是看PQ小於TBC 只是這時候TBC等於TC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長期的停業問題 跟這個短期停業問題 大家的這個兩個條件 兩個條件 好啊 所以這個就是長期的 這個就是長期的這個問題 長期的問題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在講最後的東西 我們在講最後的 我們剛剛講的呢 完全競爭市場 我們只Focus在一個點 這個點叫做固定價格 就是說 你呢 在完全競爭市場之下的時候呢 你總是可以用一個什麼 固定價格賣的東西 那你漲價的時候 長要跑掉 這是完全競爭市場最重要的特色 我們現在在講 完全競爭市場的另外一個特色 這個特色大概 比較緊 我們不會談太多來琢磨 第二個這個特色 叫做可自由進出 長期來說呢 完全競爭市場之下呢 長期來說 長期 長期來說 長期來說呢 廠商可自由進出 就是剛剛有同學問到那個 我可能會影響到廠商同事這一行的這個意願 這個叫做廠商可自由進出 有些產業 有些產業廠商不是可以自由進出的 很多產業是你要有特許 你才可以進入這個產業 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進去了 那完全競爭廠商呢 它的特性就是 一堆小廠商 比方這個市場上 一萬兩間小廠商 所以說呢 個別單一廠商對市場上沒有影響力 那他也可以決定 自由的決定 我要進來這個市場 或我要退出這個市場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它就有可自由進出 那可自由進出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可自由進出的現象 你知道很簡單 我們剛剛在長期體驗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用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你看到一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什麼事情 價格高於你的AC 對不對 價格高於你的AC 所以我用藍比來講 這裡面呢 這個裡面呢 P大於AC 所以呢 你說P大於AC 所以你會繼續營業對不對 長期體驗問題 你會繼續營業 所以呢 P大於AC 在這裡面呢 這個Profit 拍長期來說 是大於0的 長期來說P大於0的 那Profit大於0 會發生什麼現象 會發生什麼現象 Profit大於0 就是說你在這一行幹 你有鑽頭 你有鑽頭 對不對 你有鑽頭 其他人看了你會不會演 會嗎 其他人看了演龍會怎麼樣 對會進場 不是打你一頓 看你演龍不是揍你一頓 台灣人看人家賺錢會揍你一頓 那很奇怪 你看你賺錢會怎麼樣 會進場 對不對 Profit大於0的話呢 那這樣會怎麼樣 其他人會演龍 演龍就會進場 其他業者呢 其他業者會加入 其他業者會加入 會加入 所以長期來說 如果你的這個這個產業呢 持續的這個利潤都是大於0的 業者就會加入 所以這個就是可自由進出 業者就會加入 業者就會加入 利潤大於0 業者就會加入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事情 是這樣子 廠商如果可以自由進出的話呢 廠商加速會變多 對不對 廠商加速會變多 加速會變多的話 會造成什麼現象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加速會變多 加速會變多 假設是這個樣子 假設現在是這個樣子 Sorry 這個畫的不好 長期來說 假設這個是 這個產業的 普遍的這個市場的結構 普遍的這個市場的 普遍這個市場的成本 的結構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假設說這個產業呢 價格很好 Price 價格非常好 價格非常好 在長期來說呢 長期來說呢 這個 這個價格呢 P 都大於你的這個 AC 所以你就會有正的利潤 利潤是大於0 利潤大於0的話 業者就會加入 業者加入 廠商會變多 我們剛剛講說 廠商會變多 會發生什麼現象 我用這裡好了 我們剛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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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剛剛 剛剛前面 在講說 畫供給線出來的時候 我們說如果廠商現在變多的話 假設你本來供給線是這個樣子 廠商會變多的話呢 會外移 對不對 廠商變多的話會外移啊 加速變多 加速上升會外移 加速變多會外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什麼事情呢 如果你今天需求線是這樣子的 需求線下來 廠商的加速變多會外 居能價格會下降 會下降 對不對 所以居能價格會下降 居能價格會下降 下降到什麼程度 人家就不會外移 下降到沒有超額利潤的時候 下降到利潤等於0的時候 這個就是剛剛同學有人來問我這個問題 說這個價格 有沒有可能到於到那個什麼 到那個剛好P等於MC的那點呢 剛好也是AC的最低點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齁 再長期來說廠商自由進出了結果以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事情 你就會看到這個事情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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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畫一次 P 然後Q 然後呢 那個供給線 這個是需求線 廠商加速變多 廠商加速變多 然後價格就會下降 下降到哪裡呢 下降到 下降到 那個什麼 下降到P等於MC的那點呢 剛好也是等於AC的那點 這點是什麼 這點是P 這點是什麼呢 剛好P等於AC的那點 也等於MC的那點 P 這個Pprice 價格會下跌到P等於MC的那點呢 剛好也等於AC P等於MC等於AC P等於AC 所以利潤是0 會到這一點 那利潤是0的話呢 所以就不會有廠商加入 會不會有廠商退出 剛好符合這個長期停業 就是你不是負的嘛 所以大家也會在裡面 大家也會在裡面 你退出就變成正的正的你又進來 正的你又進來 所以剛剛好在那個點上面 就是說 你退出與否也是沒差 剛剛好 所以長期的時候會到這個樣 那你說利潤等於0 你是不是代表你沒有賺錢 不是喔 利潤等於0 利潤等於0 不是代表你沒有收入喔 利潤等於0 是代表說 你賺的剛好就是你的工錢 理解我意思嗎 剛剛那個面電的例子 對不對 利潤等於0 表示什麼意思 利潤等於0 表示你這個月 你結結帳變成是七萬五千 記得吧 我們那時候說 租金15萬 租金1萬五 付給助手薪資3萬 付給自己的薪資也是3萬 所以如果你這個月呢 附加價值 你做完結算之後呢 是7萬五 剛好7萬五拿去付租金1萬五 付給助手薪資3萬 付給自己的薪資3萬 剛剛好 你去隔壁的鍋燒麵店 做也是3萬 你在這裡做也是3萬 那你會不會繼續做 你就會覺得 胡魚蝦也好 這個就是 就是這種完全競爭市場 長期 非常非常長期的現象 大概在這邊做 大概就是賺這個工錢 這個就是賺這個工錢 很多這種完全競爭的這個市場 大概都有這種特性 大概都有這種特性 你看 大家在那邊做 他說利潤是0 為什麼待在這邊做 就是賺工錢 就賺自己的工錢 就差不多這樣子 如果比自己的工錢好 那當然會繼續吸引人來進來 比自己工錢不好 那你就會退出 長期的結果就是 賺自己的工錢 好 所以我們就大概把那個供給的決策 把這個供給的決策 大概就講完了 大概就講完了 那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這個圖怎麼讀得懂 考試 那個什麼 作業席題目 65-66 就會幫助你去讀懂這個圖 跟加上你的概念 然後廣大下載 另一題就是教你怎麼從 生產函數轉到成本函數 那下個禮拜 你就再做小稿看到 然後也會在啟動考上看到 不要忘記 下個禮拜三啟動考 在海1010 海1010 可以帶計算機跟資源 那我們今天上課到這邊 快要來